有请下一位 高陈迅 帅不帅 高才我带着T台秀 大家好 我叫高陈迅 我来自邢台市玉彩小学五年级一班 其实我会很多东西 比如说表演 吉他 还有T台秀也是我最擅长的一个才艺 我来回朗诵 夺了很多一等奖 二等奖 总冠军 然后其实我最爱的是表演 但今天我来这儿可不是表演的 我是来这里讲故事的 各位老师好 今天我的故事的名字叫 小老鼠 舒克的故事 舒克 出生在一个名声不太好的家族 这一天 妈妈对舒克说 舒克 你都长大了 该学会自己去寻找食物吃了 今天妈妈先带你去认认路 以后你就可以自己去寻找食物了 真的吗 舒克高兴极了 他同出生 就没有离开过洞 借了呀 舒克 舒克 学着妈妈的样子摸摸牙 然后 他跟着妈妈爬上了餐桌 来到一盘花生米跟前 哇 好大的花生米 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传过来 小偷 吃人家的东西 不害臊 谁在说话 原来是一只鹦鹉 妈妈 咱这叫偷吗 什么偷不偷的 咱们老鼠家族世世代代就是这么活下来的 别听他们的 说着拿了两粒花生米堵住了舒克的耳朵 我说了 舒克 刚想吃起来 声音又传了过来 有什么样的妈妈 有什么样的儿子 我妈妈说了 这不叫偷 这不是偷是什么 这是你妈用劳动换来的食物吗 这 舒克沮丧极了 他一边往家走一边想 为什么自己生来就是只老鼠呢 他决定要用自己的劳动来换取食物 第二天 舒克悄悄地走出了洞 看中了床头柜上那架米黄色的直升飞机 如可 心想 我就要看着这架飞机 去寻找我想要的生活 用自己的劳动换取食物 舒克二话不说 穿上了飞行服 按下了飞行开关 螺旋桨转起来了 转得越来越快 飞机起飞了 舒克看着飞机在屋里转了一圈 从窗户飞了出去 从窗户飞了出去 外面的世界可真大 蔚蓝的天空 碧绿的田野 还有鲜艳的花朵 舒克驾驶着飞机 朝那堆花丛飞去 他看见小蜜蜂们就在吃力的搬与蜂蜜 舒克拉开窗子 问道 喂 需要帮忙吗 我们需要帮忙 就把飞机停下来 舒克驾驶着飞机 聚精会神 小心翼翼的 停在了花丛中 他拉开飞机舱门 成桶成桶的封面塞满了机舱 一只金翅膀的蜜蜂说道 我们的家就在那棵大树后面 我们就不过去了 还要采蜂蜜呢 一只银翅膀的蜜蜂不放心了 咱们又不认识他 凭什么相信他 你别把人家想的这么坏 我看他是好人 舒克自信的说道 放心吧 我肯定把蜂蜜送到目的地 说着 舒克驾驶飞机 从那棵大树飞去 来来回回 整整运了八套才运完 真累 这是我第一次劳动 这时银翅膀的蜜蜂飞过来了 你看 我说他是好人吧 你还不信 银翅膀的蜜蜂惭的笑了笑 搬了一桶蜂蜜递给十五个 兄弟辛苦了 这些蜂蜜是送给你的 小时蜂蜜就来找我们 我们的朋友从来不吝啬 舒克 你小蜜蜂们道别过后 看着飞机 冲上了蓝天 消失在彩虹之中 舒克相信 这个世界上 一定还有其他 像他这样 用自己的劳动 来换取食物的小老鼠 我的故事讲完了 谢谢 我听说你是先听了这个故事 然后去看原著 然后自己来讲 那你觉得你现在讲 跟当初听一个播音员 听一个大人在讲 区别在哪呢 就是大人讲的话 很多就是 比如说小老鼠 特别童真的地方 大人讲不出来 你觉得你扮演小老鼠 比较像是不是 你能说出这话来 我特别觉得你很牛 就能看到我们小朋友 比大人的优势 是吧 其实我跟很多人说 我说其实别小看小朋友 对吧 他们很牛的 我觉得你今天就有一点 让我觉得特别牛 就是你相比其他小朋友来讲 你慢下来了 就很多小朋友是很快的 他们站在台上 想很快地把故事说完 但是你能够很慢地 把故事讲完 好 那老师们 请亮牌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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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